這裡講到就是溫和的開場 其實都是溝通的那一部分 就是說尖銳的開場 就是兩個人溝通一些東西 尖銳的就是我頂不住你媽媽來到這樣 那就選擇溫和的開場可以怎樣說呢 譬如說我們都要想一下 怎樣跟媽媽相處她來到的時候 我有時覺得很難受 我覺得有時不懂得跟她溝通 我們不如想一下怎樣解決 就好像一個大家面對的問題 就不是說她很難受的 這就變成一個好像強烈的攻擊性的方式 你從來都沒有帶她出去吃飯的 那就可以說不如我們一起出去吃飯 有時有些人就喜歡被請出去吃飯 即是太太想她你請我 帶我出去吃 那我就開心了 但有時太太也可以說不如我們出去吃飯 一起出去吃飯好嗎 開心一下吧 不要怕去提議 我太太有很多提議 她有很多提議 她有時會問我怎樣提議 即是她又會自己提議 她又會問我怎樣提議 而不是她不會怕她說出她想我跟她出去吃飯 這些是一些的例子 即是說出兩個人要討論一些問題的時候 不要用尖銳的方法 譬如說 這句說話比較搞笑 你今天晚上在派對上迷路風騷 即是可能那太太 經常穿衣服都很漂亮 很風騷 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她裡面很多感覺 因為她太太吸引了那些人注意 她太太很喜歡跟那些人交往 她又不喜歡 那這件事怎麼溝通呢 可以這樣說法 即是不要用今晚先 而是說到 有時我看到你跟那些男士這樣聊天 我心裡有點不舒服 可能那個太太也不喜歡 我跟她正常聊天 我覺得有時你說話的方式 會傳遞一個錯誤的訊息 因為這個是比較強烈的 你怎樣柔和講 都是一個強烈的方式 但也可以自己做的 你不就自己走過來 丈夫自己走過去 一起聊天 但是可能丈夫又不喜歡聊天 變成一個太太 又喜歡很社交的 我們那班同學 我們那級 是很 一百多個學生 仍然有來往的 我們每年都有聚餐的 他們都可以帶太太來 我發覺有些太太 她真是很社交的 她真是一個丈夫 被動很多 但她的太太 四處去和很多人認識 和其他太太認識 和其他的男同學認識 我們是男校 有些人是這樣 她是很社交的 而丈夫不是那種人 所以就變成很 out of place 就好像覺得自己出了位 就好像自己很難投入到 局外人 這個也是需要調教的 她可以跟太太說 你真的很善談 你很多人喜歡跟你聊天 不過我又不是這樣 我們怎樣辦法呢 你有什麼辦法幫到我呢 但是很多人又不會這樣說話 我們可以這樣表達的時候 就說出 有時你和那些男士這樣聊天 我也有些不舒服的 但是太太又 又不是想太太沒有自由 而是怎樣的方法 可能呢 我都盡量一起 就不要 只是你周圍去和那些男士聊天 不過這些 因為這些是說 好像普通人 因為基督徒來說 都會有的 有時都會有 不過比較少一些這樣的情況 就是在教會不會說 埋龍風騷 教會很私人會這樣做 你太沒用了 叫你老闆加薪 讓我們覺得好些都不做得到 這句話就很重要了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 可以老闆加薪呢 但是在香港現在來說 可能很難 你不知道怎樣享受生活 真是一個工作狂 這個怎樣可以說法呢 可以說 我歡喜你回到家裡 就是在家裡生活 我們一起在家裡生活 不只是想著做工 我們能夠建立好的關係 那我們就整個人全人開心 好了 這些我不詳細再講了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 這些是一些溫和的開場白雅的示範 我擔心你媽媽怎樣 不是 你媽媽今晚挑剔我 而你又不支持我 令到我覺得不開心 不舒服 好 好了 這個另一樣就是衝突處理 這個是很需要學的東西 衝突處理 你不作為輔導員 你家裡經常都會發生衝突 對方跟你衝突 或者教會衝突 同工衝突 上工衝突 都會有發生的事 那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首先認識處理衝突的風格 這幾種的風格 一種就是 兩個人衝突的時候 要爭勝 一個要強於另一方 另一個隱讓 完全讓對方去話事 另外就是退縮 就想離開轉話題 另一個就是解決 就是這四種的看法 對於衝突的時候 處理衝突的步驟 第一就是有一個合疑的氣氛 第二就是澄清雙方對衝突的看法 和明白雙方背後的原因 其實當有時雙方明白 已經可以問題解決了大部分 如果大家能夠很平靜地說出來 而能夠接受大家不同意見 譬如說 太太就很想快點 這間屋回家 回家 因為太舊了 丈夫就說要省錢 不能回家 這樣的時候 兩個人吵架了 但是怎樣可以 處理衝突呢 第一就說出 原來呢 當我太太說的時候 丈夫就認同她 原來呢 你就很想 這間屋翻新 靚一點 舒服一點 我明白你 我多謝你表達 但多數丈夫就不想說 因為一說 即是要錢 我不想用錢 她一說即已經不想說了 所以不能夠表達對方的意見 其實表達對方的意見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一步來的 能夠表達 有輔導員的好處就是 輔導員幫她 原來你太太很想裝修 不過你不想 好 她來說她就說 我很關心錢 我們不夠錢 裝修了呢 我們的錢就用完了 所以我就覺得 不用 我都可以住 OK啦 又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用 一定要漂亮一點 那兩個人呢 不同的看法 大家說出來之後 就去找一個 適合的點 就是說 調教 大家調教 到底 譬如太太 你覺得是 會舒服一點 你覺得 是不是全面裝修呢 還是部份裝修呢 還是部份裝修呢 那個丈夫 你覺得是不是 那些錢真的用完了呢 如果用了部份 又可不可以呢 找出一個 大家的看法 分別在哪裏 如果說到譬如同工 同工 可以是組長 和副組長 在開組的時候 或者教會同工 或者 一些合作的情況 大家的意見不同 那意見不同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會很生氣 他有沒有搞錯 他這樣看法都可以 這個事情是不對的 其實有幾種情況 一種情況就是 真的有個人做錯事 那做錯事的時候 有時候有另一方 就是說 你做錯了 怎麼可以這樣做 這樣就生氣他了 或者要他強烈地道歉 但是如果用一個方法去引導他 接受 譬如聆聽他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呢 我想聽聽你的原因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我想聽聽原因有什麼發生呢 那他說出來的時候 可能他有他的理由 我因為體恤那個人 所以我就沒有用一個 強硬的方法 或者一個普通的方法 我就用另一個方法 或者我有些地方 我怎樣做錯 這樣 當我聽到的時候 就是知道 原來他這個原因 其實有時候可能 已經找到答案了 原來他在這個情況 他覺得不好意思 什麼意思啊 他這個情況 覺得不敢跟那個人說 或者他不覺得 這件事這麼錯 當我們知道 他在一個問題那裡 我們就可以跟他談 跟他談 你覺得 這件事問題不太大 不過你覺得 會不會有不好的後果呢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處理呢 這些就是輔導 就是引導他 怎樣找出一個處理的方法 或者你關心他的感覺 是不是一定要用這個方法呢 遷就他呢 我們可不可以找一個方法 那件事是錯的 不過你遷就他 可不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你可以知道他的情況 我怎樣回應他 可以不用用一個錯誤的方法處理呢 所以這個 澄清兩個對於衝突的看法 已經可以有時候解決了問題很多 因為知道原來對方的看法是這樣的 原來不是那麼大件事的 正如夫妻 吵架也是的 很多時候都不是很大件事 很多時候因為一些小事 大家不能夠坦白地說 這樣就生氣 即是故意拋棄 例如他媽媽來到的時候 又要我怎樣 廚房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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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說這些 我就很生氣了 其實不是不難解決的事 原來媽媽會這樣的 她又不是經常來 那就由她說 說完就算了 不一定要跟她 即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丈夫可能會說 你便照她這樣做 那太太太很生氣 要我什麼都聽她說 這就是一個了解 其實問題在哪裡 大家溝通到 而能夠接立 已經是非常好的 好了 不翻舊帳 但要認清一切未了結的事情 即是說 不翻舊帳的意思是 如果處理好 就是不翻舊帳 但是如果那件事從來沒有處理到 根本經常都在 不過大家沒有說 那時候是需要處理回的 表達雙方的需要 然後專注尋求解決方法 著眼未來 不要被過去的不快阻礙處理衝突 就是說 注目在兩方的需要 大家的需要 然後去怎樣找解決 在將來怎樣解決 就不是說 以往你怎樣做錯 你沒有理太太 不只是說他做錯 而是說到 好了 下一次他有這個要求的時候 你可以怎樣做 這樣就要解決問題了 對不起 尋求雙方滿意的方案 就是大家去找出一個 大家都滿意的 譬如太太想裝修 丈夫不想裝修 找一個中間點 或者譬如一年裝修些少 第二年裝修些少 不要讓衝突破壞婚姻的六項員首則 當衝突開始升級的時候 我需要經過一段冷靜的時間 才可以再傾談下去 當兩個人說話的時候 已經發了火 那時候就要停下來 我們先安靜一下 我們先安靜一下才談 當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用表達和聆聽的技巧 嘗試化解 不過人通常都不會的 通常就會一生氣的時候 就會不斷爆 另一方面那個又爆了 另一方面就說 一方面就說對方 你又沒有聽我說話 你又做錯事 另一方面就說 你都沒有理我講什麼 你都沒有理我的感受 這樣大家就鬥過 但如果大家就是說 原來你有這個感覺 其實這句說話很有用的 原來我知道你這樣想法 原來你有這個看法 不如我們嘗試想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解決 有什麼方法可以大家調教 那就會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到 在討論重要的問題的時候 把問題的討論和尋找問題的出路分開 意思是什麼呢 不要把它黏在一起 把問題的討論和尋找問題的出路 就是說討論的時候 不是一定要找到答案 我們就去討論 未找到答案不要緊 就是討論去找出發生什麼事 不是一定要找到答案先去討論 我們逐步逐步去找出答案 但是呢 在過程中接受 有時候沒有答案的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當有問題出現的時候 相聚討論討論 相聚討論的時間 這個呢 就是說 如果家庭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每個禮拜 都有一些討論的時間 我和我太太每天都有 就是一定 大家怎麼忙都會談一些 問一下對方今天怎麼樣 講一下有些什麼面對的事情 那有些夫妻可能做不到 起碼一個禮拜一次 夫妻安排一段時間 可以一起玩 培養友誼 促進身體親密接觸和靈性溝通 保護婚姻免受衝突的打擾 就是說 不要只是夫妻的關係 只是處理問題 一聊天就說 家裡很亂 家裡要修理 那些子女有問題 只是說這些 真的很辛苦 是有些開心的時間 大家有些開心的時刻 OK 這個呢 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永久問題背後的夢想 那 有時放下一些正要面對的婚姻問題 輔導員 思考會對夫妻她自己心中的夢想 講明她的夢想和立場 有敘述太太的夢想 這個是幫助化解婚姻的僵局 就是說 了解對方的夢想 對方呢 希望婚姻是怎樣的 那能夠去回應她 那能夠去回應她 譬如說 丈夫呢 希望不用整天都要保持清潔 那太太希望整天保持清潔 這樣呢 能夠說出兩方面的夢想 看出對方而調教 那兩方面很難明白對方 太太 覺得很難明白 為什麽丈夫 這麽亂 丈夫呢 又覺得很難明白 太太太 整天都要收拾 為什麽整天都要整齊 覺得很辛苦 那大家去明白 對方是有這個需要 很想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找一個處理的方法 就是大家知道原來對方的分別 那夢想是什麽 然後接受 那接受說出來 原來你呢 你就很想家裡很整齊 不過我呢 就不想每天都在那裡收拾 有時一些有 就是譬如做完事 有時我想快點睡覺 我都不想收拾 那麽說出自己的那個想法 那麽然後呢 那麽我知道你 你就很喜歡見到他整齊 那麽我們怎樣可以找一個 中間點呢 那麽 幫他收拾 幫他收拾 那麽很多太太都是幫他收拾的 幫他收拾 有時那些丈夫有些不喜歡 你收拾完了 我都不知去哪裏 就是 那麽放了東西 如果清理垃圾就好 那麽有些太太都是 很多時候會做這件事 好了 那這個另一個情況 其實這些都是 講到衝突的處理 就是呢 那麽丈夫就覺得 可以不帶情緒自由討論 認為情緒化是缺點 太太是感情豐富的人 應該有感覺 有反應 不應該沒有情緒 就是兩方面呢 一個呢 就覺得 人僅有感覺 僅有情緒 但丈夫又不好有感覺 那這個事實是一定會發生的 通常來講 丈夫呢 就覺得 那件事而已 不用那麽激氣 那麽 那太太有這件事 當然激氣 那麽 那丈夫 明白的時候 就可以接受 我太太就會這樣激氣 那麽 所以呢 她激氣的時候 我又不要當一回事 不要當一件很大的事 其實有很多太太 她是激氣 但是她未必代表她很想罵 她只是想丈夫是怎麽樣呢 我知道你現在很激氣 我知道你現在很激氣 你很想找個解決方法 所以你就有情緒 我明白你這件事 那麽 那麽如果太太能夠接受 那丈夫這樣講呢 那麽呢 就 會平靜很多的 那麽 那麽太太也接受 那丈夫呢 就喜歡大家平靜的去 大家談就不要懶惰 那她可以的時候 她都可以調教她的情緒 那大家知道的時候 有時太太情緒化 又不要那麽大件事 你可能抱一下她 親一下她 可能她會平靜的 那麽太太也都要調教 那麽那時候 她一抱妳 接著蓋她一巴掌 那麽 以後她又不敢 不敢去做 這個都是大家談到 在大家一個有情緒的時候 妳想我怎麽做 那麽我覺得 多數太太都不想 那丈夫就走出門口 多數都想她陪著她 那麽她又想發脾氣 那丈夫又不想對著她發脾氣 那麽所以大家怎樣去 能夠柔和地談呢 那麽太太跟我說 就說 妳道歉了 妳說將會怎麽做呢 那麽我就可以了 那麽她是很 那麽這麽很平和 那麽有些太太不是的 總而要罵回救本 那麽這麽都是一個困難 那麽這麽都是一個困難 那麽這麽另一個方面 這是認知技巧 認知技巧 就是說 對於有些看法的錯誤 那麽比較多不妨 那麽很多夫婦 是帶著有些不同的神話 就是不切實際的期望 進入夫婚 那麽這麽之類 那麽呢 現在這麽十個普遍的錯誤的假設 第一就是 那麽就是 我伴侶要一天幾次告訴我 我愛妳 來表達大家的相愛 那麽這麽 這麽可以做 不過是否一定要這樣子的方式呢 那麽那麽pot 认为一定要这样做 这个可能是西方的看法 但其实中国人都行得通的 一样是可以的 丈夫如果喜欢做是好的 丈夫愿意做是好的 但是太太就不要要求一定是这样 第二 如果和佩奥在一起 不再浪漫 就不再相爱 其实她就将浪漫和相爱是相等 一定要浪漫 其实相爱不一定是浪漫的 相爱是什么呢 想对方好 做一些令对方舒服开心的 为对方设想 这些是相爱 可能不是很浪漫的 但可以制造浪漫 可以制造浪漫 就是有些 比如去一些 有情调的地方吃饭 去有情调的地方散步 比如我太太选择地方去吃饭 她是会选择情调的 看到个景的 她尽量想坐到外面的 我们都知道那里是有好的地方去 那里的情调比较好的 聊天的时候觉得舒服的 那这些都是可以制造一些气氛 那我太太也做了很多东西 她真的很放心 在这些事情上 她曾经做过两本我们的相冊 是拿去弄的 弄了出来很漂亮的 她很有心机弄的 每一页是很多张照片拼合 有很多图案都弄到很漂亮的 她又会周时在 我们拆眼时 就用手机播那些照片出来的 那这个是她 就是会时时都做这件事情的 那他那本画冊呢 他上床睡觉 他就拿出来看看 看看先 然後我過來跟他看 我們祈禱然後睡覺 他就會做一些這樣的事 很多時候他都會跟我說 今天你跟我一起去街外很開心 他很多時候都說這些話 是令到我們很開心的 我都希望大家都會盡量 這樣跟對方表達 我也都經常跟他說 我怎樣喜歡他 愛他 想他好 我時時都會想他保持這種對我這麼正面的心態 亦都能夠大家享受這種婚姻 這個是我的心願 亦都是一個禮物 其實很多人未結婚的時候都會這樣的 不過結婚開始 家裡很多事情要收拾 很多事情要做 開始就有爭執 因為在爭執的時候不懂得處理 一個想整齊 一個不想整齊 大家可以談好他 原來是這樣的 也都盡量調教 調教怎樣可以大家找一個中間點 第三 配偶要滿足我所有需要 尤其對親密的要求 就是對方要滿足 對方滿足 其實我們想怎樣滿足對方 配偶應該支持我的想法 和我同一意見 其實不是一定的 我們同心不是一定同一意見 是有不同的人可以不同意見 都可以快樂相處的 如果我不開心 我不用開口 配偶應該感受到 應該做一些事來感受我開心 這是一個期望 希望對方猜到他不開心的地方 但這個其實不實際的 事實上男性很難猜到女性 為什麼不開心 我這麼明白太太 我有時也猜不到她 我叫她告訴我 有時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 我跟她說一句 我說我到死的時候 我都不會像你一樣的看法 因為始終男性就是男性 那種看法是不同的 她的傾向看到任何事 我做不是合她的心意 就覺得我沒有體重的關係 她會傾向於這樣的 我就跟她說不是的 不是一定的 只是我沒有留意這些細節的東西 其實我是很體重她 我跟她溝通 她現在接受多了 我就少聽她說 就說我不記得一件事 是因為我不關心她 因為她以前是會這樣說的 她現在知道 男性的分別 配偶不應該苛求我恩勤有禮 婚恩就是忠於自己不必假裝 有些人很多時候 我跟她說到溝通 她說那不是很假 經常都說我愛你 我喜歡你 那是很假的 她覺得這些是假的 我問為什麼是假的 應該是真心的 你想對方好 聖經說你愛妻子 好像基督愛教會 是應該真心的 不是假的 但有很多人覺得 多謝啊 麻煩啊 對不起 這些是很假的 夫妻不用的 不用這樣 我一看就知道 但其實這個也是 人是需要溝通 事實上有很多夫妻 太太覺得丈夫對她不好 丈夫覺得我抬頭 就是對你好 丈夫覺得太太對她不好 覺得她暗沉 但太太緊張她 所以她暗沉 但是雙方是大家都不提出 所以這個其實是需要溝通的 需要告訴對方 你對我很重要的 在性關係的時候 配偶應該知道怎樣刺激我 不用告訴她怎樣做 應該怎樣做 這個是需要溝通的 就不是說她自動會猜到的 是應該有溝通的 第八 如果我們要有愉快的婚姻的時候 我與伴侶 所要做的夫婦 就要做所有夫婦會做的事 人家夫婦會這樣啊 那我們應該做吧 這個觀念未必 每一個情況都是適合的 但當然人家有的 我們都可以作為一個借鏡 但是未必一式一樣的 我應該可以令配偶不至於不快 應該令她經常都開心的 這個人總有不開心的時候 未必一定經常都會 經常都開心的 如果婚姻美滿 就永遠不會爭執 事實上總會有一些爭執 不是代表不美滿 不過如果天天都爭執 那就有些問題 這個是需要處理的 但是有些人有個假的期望 以為應該永遠都沒有爭執的 那這個一個雜作 就是找出對婚姻的錯誤的假設 以上十點只是其中一些 那有些還有其他的 如果你發現到 你婚姻裡面有這些的時候 或者有人有這些時候 你可以去處理了 那就可以影印這個十個錯誤假設清單 然後呢 他們有沒有一些假設 是影響著他們的婚姻的 就是 人容易找到對配偶的錯誤的假設 但是對於自己的假設 是看不到的 我們不再相愛 因為我們戀愛的時候 這樣都很興奮 現在不興奮了 那就是把浪漫 和愛是相等的 那其實愛有其他因素 那他這個看法是不是對呢 是不是一定浪漫才是叫做愛呢 找出這個錯誤的看法的時候 看看後果是怎樣 有怎樣影響 那幫助他改變 他們想改變的假設 避免互相指出對方的假設 即使那些錯誤的假設是多麼明顯 人們都是為自己負責任的 而不是為對方負責任 而不是為對方負責任 就是我為這個關係負責任 為這個假設負責任 即是怎樣去大家調教 譬如說是否一定要浪漫呢 可以有浪漫是好的 不過一起煮飯都可以是愛的 一起洗碗都可以是愛的 我幫你做事都是愛的 那有時未必是很浪漫 一起照顧兒子都是愛的 那這個就是說 溝通表達 是不是一定要激情呢 那就去大家討論 是不是一定那些假設是對的 那實際體驗 他就說到有個人就覺得 婚姻一定是要很浪漫的 那就叫他 或者沒有吵架的 就叫他訪問十對 他認為夫婦關係好的人 看看他們有沒有爭執 了解其實好的夫妻都會有爭執的 這有另一點就是促進寬恕 我自己來說 關於寬恕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理論 容易記得 怎樣呢 當一個人不能夠接受別人 就覺得他很難言說 但是當我們明白 其實人會做 第一就是 人是容易做錯事 人是罪人 所以會做不好的事 而很多人是因為他受了傷害 很多人都是很多年受傷害 不懂得處理傷害 所以他又會傷害人 當我們明白這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出別人 而我們自己有神一定會祝福 我聽神說愛神 神一定會祝福 所以別人傷害我 我不用受諾 我可以 神會給我 而這些人傷害我 其實他很慘 他將來要面對神是慘的 所以我只是看出他 其實他被人傷害 所以我就看出他 就搖述他 一個很簡單的搖述動力 在《輕鬆德星》 《輕鬆德星》也有說到的 就是看出別人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搖述 還有知道 人拿不走 神給我的福氣 所以我的心裡 就不用因為人做的事 而好去發怒 他這裡有個過程 這個過程 就想起判偶怎樣傷害自己 然後他這兩方面都自己做準備 放下自己所受的傷痛 不過他就沒有說到怎樣放下 放下就是說 神會給我 人不能夠搶走 神給我福氣 講出自己得罪對方的行為 檢視自己有沒有抱歉 他有個過程 就是列出一個受傷之處對你的影響 寫一封憤怒的信 但不要記出 一封憤怒的信 講出你對他的憤怒 在一個房間裡面 對著一張空椅 就講出信的內容 我很生氣你 因為什麼什麼什麼 寫一封信 遙恕配偶傷害你 內容包括你對彼此的婚姻關係的現實看法 就是說我願意遙恕 向著這個椅子 又讀出這個遙書 宣讀之後 如果發覺有不妥善之處就修改 然後毀滅那些信 宣洩憤怒的信 就表示你放下憤怒 這些行為上的方法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我們體恤其實一個人 個個人都受了很多傷害 有些人不懂得處理 所以他繼續會傷害人 所以我明白他 我就知道他其實 他會傷害人 不代表他很駕勢 不是代表他很厲害 他只是代表他很多軟弱 所以他會傷害人 我覺得更加容易去 體恤人和遙恕人 第二個部分就是 檢視你得罪對方的行為 並因此感到抱歉 這些我不詳細講了 這裏引導彼此饒恕的步驟 就是請兩個人面對面 可以手牽手 或者不牽手 輪流講出一件 傷害配偶的事 你感到抱歉 就是想請配偶寬恕 講出你的感受 和請對方寬恕 同時真心的懺悔 就是兩方面都真心懺悔 和認錯 就不要比較 誰認得錯更多 就是大家去認錯 然後步驟三 就是丈夫開始談及一件傷害妻子的事 這裏講到 就是輔導員不要參與 就是不要給他太多指導 是讓他能夠去講及他怎樣傷害的太太 就是真心痛悔的時候 他答應不會再這樣做 就請求對方寬恕 步驟七 如果對方願意寬恕 和鼓勵當事人接立寬恕 自己立志謹慎行事 不再傷害對方 對方又重複同樣的步驟 告訴他 建立自信 不會因為認錯就立即建立 需要一段時間 就是他這個一個方法 是一個過程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很重要 遙書一定是心法 心裏面為什麼 我有什麼原因去遙書 即使譬如說 有個丈夫有婚愛情 而她覺得後悔 那太太可以怎樣體恤呢 就是說她會被那個異性吸引 而我們大家之間的關係 又不是建立得那麼好 所以就給了魔鬼留地步 那她在那個時候 其實她很難勝過這個引誘 所以我明白她的困難 所以我就嚴恕她 這個就是體恤 體恤不代表說以後她可以這樣做 而是就是說我體恤 她都會有這件事發生 發生這件事 並不是一件事 代表她以後都沒有希望 就是那個遙書的動力 我覺得是一個心法 那另外一個一點 她就說到這個加貨的作用 那這裡 你都會說 你都會說 我也是 我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